您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上文书的内容 咱们接着聊这金川前线的事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月中旗老军们 因为啊,在雍正年征伐准安尔 被敌人两次偷营 说来对这个清军的士气 以及啊,给朝廷带来的损失啊 那真是不小 于是啊,就遭了小人的弹劾 这朝中大学士欧尔泰啊 为了扶持自己在西北军中的力量 就弹劾了这个月中旗老军们 并且还遭到了自己手下背后的刀子 这鄂尔泰的门徒张广四啊 那就是月中旗手下的一员副将 这鄂尔泰啊,在朝里边弹劾月中旗 这张广四在前线也没闲着 写下的一封奏折是有印没印 有支没支的 又给这月中旗啊,罪上加罪 告了这么一个雕状 弄了这个月军们 就差点死在兵部的大牢里 哎,这一下子这个月中旗和这张广四这梁子呀 算是接下了 乾隆登基以后啊 其实他内心里感觉呀 这月中旗没那么大罪 于是呢,就把这月中旗的罪呀 半免半数 把这月中旗呀放回家养老去了 可说呢,这乾隆皇帝是个前狠子 哎,对这个月中旗呀 他这个死罪是免了 活罪可没容 让他在四川老家呀,在家养老的同时 四处筹钱,把这个朝廷啊 在战争当中的损失补回来 一共啊,大概起得七八十万两 这金川战士一起呀 在前方指挥的正是张广四 可是啊,不灵,打不赢了 这朝廷对金川前线呀 是连花钱带派兵 可是啊,那就是毫无战果 这互不尚书班帝 是乾隆皇帝派到前线 哎,算是观察员吧 他就像这个朝廷啊 向乾隆皇帝保举了这个月中旗 到金川前线效力 可是这班帝呀,心里他清楚 现在这月中旗的身份呢 那是朝廷的罪人 在家呢,也不光是养老 还要闭门思过反省赎罪 并且他还知道 如果没有张广四背后捅刀子 这月中旗也不会获如此重的罪 这乾隆皇帝接到班帝这个奏折之后啊 他也作牙花子 实际上他心里清楚啊 这月中旗绝对是到金川前线 去平安的最佳人选 但是呢,他也想了 哎,你说我要是用了这个月中旗 那是前边先帝判他罪判错了呢 还是如今我用他用错了呢 这反正啊,是总得错一个 再者说了,把这月中旗派到前线去 那月中旗应当何止啊 要说呀,受他个大将军 让他总览全局 不为故 这老将军月中旗啊 有这个能力 可是张广四怎么办呢 不明不白的就把他换下来吗 还有就是啊 现在这月中旗的身份再怎么说 他也是个罪臣 不能一上来啊 就把这金川前线的总指挥权交给他 那么,要是让月中旗做这个张广四手下的一员副将 完全啊,让张广四指挥他 那我看的这张广四啊 不像是个心眼大的人 这心胸啊 大概啊 也就是乾隆之前中间那眼那么大 他要是故意刁难撤肘 月中旗怎么办 朝廷费尽心思把月中旗派到前线 这岂不就是白派了吗 哎呀 看来得想个万全之策呀 哎 有高人 这高人呢 给这个乾隆皇帝又出了一个主意 咱们先别管这高人是谁 总之啊 这位高人三五天之内就会在咱们的书馆是闪亮登场 跟这个乾隆皇帝的关系啊 他既是近臣又是重臣 他就向这个乾隆皇帝建议啊 您应该再派一个精略去前线 这个人呢 一定要有分量 乾隆皇帝说呢 现在这班地他就在前线呢 这个护博尚书朝廷的一品大员 分量还不够吗 哎 这位高人说呀 不够 棍儿是不小 身份不行 我呀 给您薄具一人 您看怎么样 您觉得这个乐钦 能不能胜任此事啊 乾隆皇帝听后是一拍大腿 这爱卿此言呢 真是一句话典醒梦中人 传旨 传乐钦觐见 书中代言 这乐钦是谁呀 好家伙子 这了不得了这个 这乐钦呢 是这个雍正乾隆 两辈子的朝廷重臣 是满洲相皇其人 对了 和这个皇老爷子呀 是一个棋 那可是近臣中的近臣 开国五大臣 鄂一都的曾孙 太师厄比隆 你还记得吗 就是这个康熙朝四大辅政大臣之一 那可不是外人 那是乐钦的亲爷爷 康熙皇帝的第二任皇后 孝昭人皇后 那也不是外人 那是这个乐钦的亲姑姑 要说这乐钦呢 跟这个乾隆皇帝 虽然不是一辈 但是他们二人的关系 实属不一般 在幼小之时 扭弧了乐钦 是这个乾隆皇帝 也就是爱心角落 弘历的半读小书童 您说呀 要是蒋哥皇上的关一进 还怎么进吧 没法再进了 如今这个乐钦呢 宝和殿大学士 鄂尔泰死了之后啊 他就是军机和这个内阁之首 并且呀 现在还兼着这个吏部 和这个兵部 两部的差事 也就是说 现在的乐钦呢 不光是总理大臣 而且呀 还是这个两部的部长 这乾隆皇帝 见到乐钦之后啊 也没掖着瞒着 直接就跟他说 你看呢 你啊 是总理大臣 又在军机上行走 并且还管着兵部 这前线的事啊 你比我清楚 镇攻我呀 想把这乐中旗 调到前线 哎 看来对战事啊 一定是有帮助 不过 朕尤泰呢 这张广四啊 借机使主将的吟威呀 压榨越中旗 所以说呀 正如我想派个有分量的人 到前线呢 去均衡一下 这二人的势力 做这个前线的总经略 朕思来想去呀 也就是你能胜任辞职了 无论呢 是从品级爵位 身份地位上啊 你都能谈压得住 这乐钦呢 他是臣子 他能说什么呀 这无非啊 是跪在地上 向皇帝表忠心的同时啊 是连声称怒 这皇上说呀 诶 朕广四又给我来奏折了 他在奏折当中说呀 这四川的汉兵不可用 各个未战 这些土兵呢 因为和这个金川兵啊 互有勾结 也是不堪用 并且呀 这翻蓝反复 哎 这个土司兵啊 叛逃反叛 时有发生 镇攻我想啊 也有道理 于是呢 在各省 我又筹了一万精兵 这次你也带上 于是 这乐钦呢 领旨之后 顶着清拆金掠的头衔 这奔赴大小金川上任 这么一来啊 这大小金川前线呀 算是热闹了 这大清国的高人呢 在这儿是越聚越多 往好了说呀 是八星过海呀 各显其能 往次了说呀 那就是梅花路的鸡酒 哎 各自的心思七岔子八岔子 他不往一个方向掌 这乐钦呢 还没离开京城呢 不过这乾隆皇的圣旨啊 那可就到了前线了 什么意思 这道旨意也挺长 不过核心内容呢 只有一个 就是给这个闹钦呢 刷骰 哎 感兴 这乾隆皇帝亲自派 这钦差大臣 主办经略金川战士 那这皇上自个 他能不捧着说吗 这圣旨当中啊 有一句是这么说的 有可信大臣亲吕行间 即可查明 君中实情 据实入告 可又相机指示 早获结音 这一句话呀 是既捧了乐钦 又警告了张广四 那这个可信大臣是谁呀 那自然是皇上派过去的 钦差乐钦 那他干嘛去了呀 查明君中实情据实入告 也就是说 这皇二老爷的觉着 以前给我来的诸多奏报啊 我不得相信了 那么这钦差乐钦 马上就要到前线了 这张广四 他到底是怕 还是不怕呢 要说起来呀 比起这岳中旗来前线 这张广四啊 更忌惮岳中旗这件事 他和这个乐钦呢 同朝威观 虽然这乐钦呢 高高在上 他既是这内阁首府 又是军机大臣 并且还管着兵部 怎么算起来呀 都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不过他了解这乐钦 这乐钦呢 在军事统筹总理上啊 应该呀 算是一把好手 哎 军机大臣嘛 负责前线的协调调度啊 那是没得挑 不过要是真上了前线啊 就凭乐钦这脾气就不行 这乐钦呢 虽然是满洲世家子弟 不过呀 他一点都不懂兵事 哎 非统军之才呀 这个人呢 生性又自负刚毙 在皇上身边呢 皇上两眼盯着他 他卯着劲干呢 可能会做出一些成绩 这皇上一撒手 把他外放啊 哎 肯定就得出乱子 果不其然呢 这乐钦呢 还没到军中 在这个去军中的路上啊 哎 就出事了 要说呀 身为八旗满洲 哎 又是湘皇旗 跟这皇上一个旗 应该呀 也是公马旗 说是样样贤熟 哎 这满洲人呢 他是不分文臣武将子 说句好听的呀 就应该呀 是这个上马鸡狂狐 下马安天下 哎 不对吧 这满洲人就是狂狐 再怎么着啊 也得能做到啊 这个像黄太极说的似的 这个出则为兵 入则为农 也就是说呀 不管你在家干嘛呢 只要战士一起 上马你就能打仗去 可是到了乐清这儿啊 完蛋踹了 去这四川的路上啊 骑不得马 一路上啊 只能坐轿 翻过秦岭啊 是一金四川 刚完蛋了 这轿子呀 他走不了了 抬不上去了 并且呀 这巴蜀之地 那是纯粹的山区 俗话说的好 山中的天啊 娃娃的脸 那是说变就变 刚才呀 还艳阳高照呢 哗 这会儿啊 这一阵暴雨 四个瓢泼 煞时间雨过 天晴消了热 长空锐彩 是赵山河 清风徐来 吹人爽 哎 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 哎 那位同志说了 这滑杆上坐的是谁呀 这滑杆上坐的呀 就是这五省精略 钦差大臣 乐钦 那又有同志说了 这滑杆 它是什么呢 这是旧社会 山里边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 咱们北方人啊 叫爬山虎 二人台 这是两根竹竿呢 绑了一个螺圈的座椅 上边支个棚 下边有脚踏板 前后俩人这么一台 跟小轿一样 上了年纪的人呢 爬山走不动 要坐这种滑杆啊 那是又快又稳 又保险 可也得呀 这年轻的棒小伙子来台 要是叫我台 那热闹了 又外行 又没劲 一上肩就打话 走到山间边上 眼一晕 脚一哆嗦 那也保险 这连滑杆带我 一块往下折 那么这是乐钦吗 这明明是节行车的 双腔老太婆嘛 这个 得 给您说一小段 数来宝啊 咱们调节调节气氛 可是我是跟您开玩笑 这乐钦可没开玩笑 他真是坐着滑杆啊 往金川前线走 这坐着滑杆的舒服 可是台滑杆的 就有点受罪了 这台滑杆的士族啊 有个脚高眼低的 不慎的摔倒了 这乐钦呢 不但不问候慰问 还要语带讥讽嘲笑 这字啊 都是从牙花子里往外挤 说就凭你们这身的骨 难怪啊 金川打败仗 得 这一下子 在军中士族当中的口碑啊 算是落到底了 您是钦差大臣呢 您来金川的这皇老爷子 就是为了让您打胜仗来的 我们呀 倒要瞧瞧您这个胜仗 是怎么打 这里是昆仑流石的书馆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否能持续更新 在这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得嘞 咱们呀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请不吝点赞并 ár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订阅锁